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溯源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一点 我们说那些个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呢 都会出现一些大思想家 对人类的一些命运问题进行广泛的思考 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较两个人 一个是中国的孔子 一个呢就是西方的希腊的苏格拉底 他们这两个人啊都是生活在一个转折的时期 转折呢中国的转折呢 就是中国的那个礼崩越坏 春秋藏国真是多时之秋 以前的那一套奴隶制度呢 已经开始礼崩越坏了 崩溃了 新的制度还没产生 那个时候特别激发了那思维 容易产生出大思想家 人们会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力 没有中心了 不政府了 到处都是战争 人们 人民流离 那个 困苦 希腊也是这样 分成一个个城邦 到处打打仗 连伟大的思想家 苏格拉底 这样的人 直接性命着不能保证 奴隶制的那种政治 已经走到了极限 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然后封建的政治的次序 还没有建立 宗教还是很强大的 但它的弊端 弊端也已经显露了 人呢 生命呢 越来越不安定 越来越不可靠 社会处在一种激烈的争斗之中 而这种竞争的来源 又不是一种正当的目的 往往起源于 统治的贪婪 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会去想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怎样生存 我们能往哪个方向去走 又能走多远 然后 就是对于 一些思想家 他们的觉醒 以及他们 为什么都要把教育体制这么高呢 就是他们对年轻人 也就是对未来 产生了一种新的期望 你知道孔子一个人 要叫三千多个学生 那是怎样一个劳动啊 现在一所大学 要分成一个个系 要去配你多少教师啊 才能办个大学 孔子有多少了 一个人 还有一些就是他 教出来的学生 在帮他的忙 办这样的学校 多大的压力啊 每天多累啊 为什么要做啊 就是他们的未来定向 他们把希望 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为什么要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呢 因为年轻人代表了未来 代表着一种动力 代表着一种改革的希望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来探讨 探讨什么呢 探讨苏格拉底和孔子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他们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失败呢 使他们的思想太超前 平常的人是活在公立里面 公立主义里面的 现实里面的 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都是希望用自己的教育和文化 来改造社会 来医治社会 来救助人民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地方 这两个人啊 都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 都是学问最好的人 他们是他们同时带中 智慧和知识的代表 这样的人还很谦虚 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子 曾子每天想直接缺点 叫做无日三省无身 孔子也是这样的人 苏格拉底有时也很谦虚 他对知识的认识就这样 穷尽自己的一生 还不能认识知识 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所拥有的一切 就是我的无知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呢 他们既是知识的代表 又是智慧的代表 这两个人啊 其实都很有悟性的 他们能够举一反三 一夜之秋 看到什么东西 就能反噬出更多的东西 他们的悟性 来自他们对生活的观察 而他们的创造 却来自于他们改造 社会的使命感 这两个思想家啊 都不是神秘主义者 苏格拉底后来 被处使的原因 就是他 那个得罪了神灵 他说了污蔑神灵的话 那孔子呢 他是寄生如神灾 他说道 你没有把人间的事情安顿好 你怎么能够管天上的事情 这种先进后远的思想 正是鲁家做事情 风格比较踏实的地方 这些人呢 也写的不多 他们的很多著作呢 都是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的 孔子的言行 最重要的著作叫论语 却不是孔子写的 而是他和同学的对话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但在他的弟子里面 尤其在布拉图的著作里面 有很多关于苏格拉底的 说过的话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两个大知识分子 这两个思想家 实际上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具有 那么多的共同的地方呢 就有我们关于 时事招英雄和英雄招 时事的问题 在一个转折时代 在一个文化出现变化的时代 出现这样的人 并非是偶然的 他们身上出现 如此之多的相同点 也绝对不是偶然的 但是即使是 有那么多的共同点 由于他们身处的环境不一样 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他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他们看到的文化现象不一样 因此呢 这两个人也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说吧 这两个人的不同呢 首先就性格上的不同 孔子是个仁者 讲的是仁义道德 苏格拉底是个智者 智者就是很聪慧的人 所以这两个人的培养 学生目标也不一样 孔子要培养具有美德的人 苏格拉底更容易要培养的是一种 具有超强能力的人 这样一来呢 就导致了他们其他的一些不同 孔子啊 和苏格拉底相比啊 苏格拉底是个被杀的大思想家 西方人啊 从初始苏格拉底开始 以后就有杀思想家的传统 后来被杀的还有英国的大学者 就是写乌托邦的托马斯莫 为什么西方会用这样残酷的手段 去处使思想家呢 因为他们的思想超前 因为他们进行限制的改革 因为他们的很多很多的思想 在当时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 他不是被杀的 他是保全的 在中国古代啊 有被杀的政治人物 像韩非 但是中国的很多大知识分子 并没有被杀 孔子保存了 司马迁活下来了 庄子老子 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呢 尤其是孔子啊 他采取的是保全的态度 苏格拉底不肯保全 当时苏格拉底被扎了 那承包的那些人 有些人对他说 只要你认个罪 我们就把你私下放了 苏格拉底不同意 苏格拉底死就死了 我已经七十岁了 子就死了 为真理而死 值得解锁 但是孔子 他知道自己有很多使命要完成 所以他不经意延迟 他一生都很努力 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受到了很多很多挫折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思想 天将将大能与私能言 必须牢记筋骨 磨练心智 你看这两个人在这方面呢 很不相同 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个挑战性的人 我们说他的直觉就是批判性的 他的知觉却是创造性的 他是一个很能发现问题的人 他对一切都要进行挑战 然后他看到有什么问题 就要挑战了 叫做错误 对这个错误进行批判 他是因为批判别人 向一切来进行挑战 而被处使的 所以呢 与苏格拉底相比 孔子不是挑战性的人 孔子是科技性的人 苏格拉底被人批判了 就要从容就意的 孔子被人批判了 就要进行自我反省的 所以孔子很聪明 他碰了臂以后 他要思考 换一种角度 换一种方式 我在怎样 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可见这两个人 在性格内心上 是有差异的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呢 他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这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培养智者 就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他的自责的培训 就是增强 学生能力的 他的一个基本的结论 结论就是 假如冷冷得有能力了 冷冷得有智慧了 那么 我们的世界就太平了 假如我们来分析一下 苏格拉底的一个基本研究 哲学的目标就是说 要教了知识 因为冷冷得知道好坏了 冷冷就会向往好的东西 抛弃坏的东西 整个世界就太平了 人民也就幸福了 所以它是一种能力的训练 洞察力的训练 假如冷冷得知道 什么叫公正了 冷冷得有智慧了 冷冷得有认识能力了 世界就太平了 这种能力训练 培养智者的 孔子不是 孔子是培养忍者的 尽管孔子也谈过智慧 但主要是培养忍者 就是培养怎么爱忍的 忍者就是道德 就是美德 孔子也看得很明白 孔子认为有君子小伦之分 但是孔子说 小伦也可以改造 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他们 所以假如对苏格拉底来说 就是假如冷冷都有智慧了 世界就太平了 那么对孔子来说 就是说假如冷冷都有爱心了 世界也就和谐了 所以孔子是个和谐论者 他期望把世界上的人都教育好 让他们都具有爱心 都有一颗良心 都有一颗忍者之心 我们说忍者无敌嘛 这样呢 就是说天下就会和谐 这是从本性上来说的 那么假如我们从 那种对于权力的看法来说 那么苏格拉底 就有一种文化的骄傲 他一具有文化的骄傲 他就要蔑视权力 他自己是个超人 他要培养的也是超人 他以自己的工作 和以自己的背杀 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 孔子不一样 孔子是文化上的谦卑 孔子自己提出了好多好多东西 这是他自己创造的 但是他运用的手段 叫做脱古改制 他是借着以前周皇朝的一些礼仪风俗来说的 他说我没干什么 我只是恢复古人的一些优秀传统而已 其实这是他自己创造的 所以孔子呢 有的是文化上的谦卑 他要的是科技浮理 就是冷卒负重 他通过冷卒负重 以教书来完成一种道义 所以呢 苏格拉底是以自己的背杀 完成了巨大的讽刺 孔子却要科技浮理 冷卒负重 以自己的教书欲人 来成全一种伟大的道书 这两个人呢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从苏格拉底来说呢 他对社会上的一切 其实这才是挑战的态度 比如说他有个妻子 苏格拉底认为他这妻子太熟气了 总是叫他管小事不想大事 他的妻子说 人家丈夫都在家里 你怎么老在街上走啊 人家都管养家户口 你怎么老想一些 不找编辑的问题啊 苏格拉底后来被关进监狱了 他的妻子还去看过他 苏格拉底一看到他妻子来了 就着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已经不好了 你还来看什么 所以呢 他对他的妻子 基本上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 训策的态度 苏格拉底对朋友也是这样啊 他看朋友 虽然心中很想帮助朋友 但是他也是以批判为主的 他看到别人 就是有缺点的 他看别人的眼光 就有点像医生看病了 苏格拉底当然是有洞察力的 他一看人 就把你的缺点全看到了 就把你身上看成一个个洞 所以叫洞察力 那么苏格拉底这一套东西 这样聪明的人 这样这一种人呢 他呢 就进行挑战 对朋友 对妻子进行挑战 他对于那些 以往的知识的结论 他进行挑战 不要想起那些结论 我还没想过呢 我还没有自己做过 做过那个观察呢 我怎么可以先进别人的结论呢 他对有权的人 也进行挑战 他认为真理 不一定就在那些 在那些那个统治者手里 而是在科学家手里 所以呢 这样一些呢 就构成了苏格拉底 其实是对社会 采取一种挑战的态度 当然他有革命思想 他是个改革论者 他有更先进的理念 所以他对社会呢 采取批判的态度 孔子与他不同 孔子与他所在的社会 采取的是合作的态度 所谓合作的态度 就叫做修身 养性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家和国等人 平 个人和家庭 又是和谐的 孔子认为 只要做到个人之间 修身了 有道德了 就能齐家 把每个家庭都治理好了 就能治国 等到一个国家的太平了 自然就平天下 所以孔子的这一步呢 是从追求人内进度的美德开始的 一步步走下去 孔子并不是说 他认识不到社会的不平等 社会的不公正 社会的缺陷 他只是认为 作为一个有使命的思想家 他一定要救社会为难 他一定要做新思想的创立者 他一定要培养学生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 来拯救社会 所以这两个人呢 在这个方面呢 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苏格拉底 仅仅就是批判 那么孔子呢 更重视的是看到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缺陷 以及我怎么来拯救他 怎么主动改革 那么苏格拉底对神灵呢 也是采取挑战的太子 他说天神是个乱伦者 当然讲宙斯吧 他也不但能主动重伴 在这一点上呢 孔子对神灵的态度呢 是一种恭敬的 礼拜的 尊敬的态度 孔子这么说 先人士 后天士 孔子很重视祖宗的崇拜 他提上孝道 后来他的一个学生 曾子 完成了孝经 那当然有争论 有人说那个 孝经不是曾子一个人写的 孔子对礼仪进行崇拜 说我们人 我们提倡爱人 但是我们这个要有礼仪制度来保证的 所以孔子对神灵采取的是恭敬的 礼拜的态度 这两者也是不一样的 苏格拉底对妇女采取的是教训的态度 他认为那个妇女就像她太太那样 只重视小事情 只想小事情 只注重家庭利益 在希腊那个地方 有一种大男子主义倾向 苏格拉底的妇女观是有问题的 整个希腊那个时候 都认为女性是比较低下的 男性要比女性更美 然后呢 因为女子想的都是小事情 想的都是家里的事情 男性是社会上的人 要建功立业的 男子又有学问 所以苏格拉底的妇女观里面呢 具有大男子主义的景象 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景象呢 似乎就是男性对女性呢 有点像奴隶主对奴隶的这样种态度 那么在这方面呢 那个孔子比他好得多 孔子对妇女采取这种温和的 教育的 知难而尽的态度 孔子说过一些话也不太好 叫做天下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他把女子和小人难养 理由何这样呢 说你对一个妇女啊 你离得太近了 他就要不恭敬了 你和他离得太远了 他又要爱生在道了 他有这么的抱怨 但是孔子对妇女 是看得很重要的 因为孔子认为家庭很重要 他认为妇女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有弱势群体的原因 主要呢要对妇女进行教育 要培养她们的美德 要让她们成为社会的重要的一员 社会很重要啊 有父母啊 兄弟啊 还有夫妻啊 还有父母与子女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社会上最自然的组成的组织 一定要重视 所以呢 孔子呢 对妇女采取的是 温和的 教育的 自然而尽的态度 他认为妇女 绝不能 社会要发展 绝不能服律 妇女的重要的作用 家庭和妇女 都是整个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